慈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要我们在艰难当中呼求你 主要我们把我们教会的 所有的弟兄姊妹都仰望在你的手中 主要我们有许多人 都处在你所赐的 这个艰难当中 我们特别的要为阿信弟兄 向你祷告 主要我们感谢你 你使他脱离了危险 如今他的身体还没有完全的康复 主要我们求你继续的医治和保守他 我也把其他的患病的肢体 在经济的艰难 心灵的低潮 各样的艰难的处境当中的弟兄姊妹 都仰望在你的手上 求你特别的与他们同在 求你保守这间教会 保守所有属于你的儿女 主要我们一同来行走你所赐的道路 主要这条路上虽然有艰难 虽然有许多的 我们自己所不愿意的时候 可是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 主啊 有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就说主啊 你要指示我们去哪里 我们都愿意去 主啊 求你继续的保守和带领我们 我们如此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 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 这一课 我们我该如何对待今天 这一课呢 这一课的内容 对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来理解 今天对我们所带来的试探 也要理解 在这属灵的意义上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它 我们既不是那种高派属的 也说这些金钱就是不能够接触 不能够摸 不能够去赚 不能够享受的 但是我们也不是那一些自由主义者 因为说金钱是属实的事 这个他跟属灵的事情没什么关系 我们只要我们自己好好信主 然后其他的事情 我们该怎么做 我想怎么做怎么做 那个跟上帝没有他的关系 我们不在这两种错谬中 那我们是 我们如何理解呢 如何对待金钱呢 一个基本的我们需要理解的概念是 是我们是一些什么人 我们是一群什么人 我们是一个彻底奉献的 基督徒是一个彻底奉献的群 在主后的二世纪的 就是刚刚使徒门刚刚过去 但是使徒门的门 那个时候 在主后一百年到一百五十年之间 有一个丢个纳妥书信 是丢个纳妥书信 当中有这样一句话 他说这群基督徒 他们跟所有人分享他们的餐桌 但却不分享他们的床探 他们贫穷却使许多人富有 他们什么都缺 却有样样都有 我们看到初代的基督徒 他们与他们的灵蛇不同 基督徒在他们手里的钱很松散 很慷慨 但是对他们的身体 则不然 他们何以喜乐地分享了他们的财物 就跟他们周围物质主义的文化当中 在这个当中是钱所未闻的事 这种彻底丰慨行为 中国之后立刻就出现了 我们记得在《使徒行传》当中 写到最早的教会群体 在耶路撒冷的教会 那个时候他们卖了田产 家业 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 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 有一样是自己的 有人说这是共产主义的出现 但是实际上 我们今天我们知道 这不是共产主义 因为这不是人自己的理想 这不是人自己想要追求的一种财产的共享 财产的平均 这是圣灵感动 圣灵统治 圣灵掌管一些人的生命 是他们做出一种回应 我们的身份 我们在地上的身份 我们乃是圣灵所分别出来的 一个新的群体 我们乃是不依靠 世界上的任何的财物 而生存的一群人 我们乃是天国的子 等下来有一些的概念 需要先跟弟兄姊妹先来分享 就是有几个 有三个方面的原则 有三个方面的原则 就是有关彻底奉献的指导原则 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实义奉献 第二个是如何的看待圣灵和牺牲 第三个是如何的看待共同体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概念 实义奉献 这个对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熟悉的概念 我想我们当中对此有疑惑的人都多 但是在今天的普世的教会当中 其实有很多人对此是疑问的 很多人以为说 那个是旧约的要求 不是新约的要求 那确实从圣经来看的话 旧约很清楚的要求 信徒要有十一的奉献 就把他们的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出来 新约确实没有明确的要求 十一奉献 但是我们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三章 这个地方当耶稣谴责法利赛人的时候 耶稣说他们把薄荷回乡 都献上 还有芹菜法 都献上十分之一 然后但是呢 却没有爱人的心 也没有爱神的心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耶稣这样说 他说那是不可不行的 但是那更重的 更重要的公义怜悯的是 你们却不行 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 耶稣谴责法利赛人 在社区当中有需要的时候 不愿意超出十分之一的奉献 这意味着 虽然教会不规定成员有具体数量的奉献 耶稣却假定跟随他的人 要超越十分之一的奉献 这是相当合理的 因为我们比起信仰的先行者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些信徒 我们拥有更多的特权 喜乐知识和能力 上帝怎么会对财产方面更加吝啬呢 因此 十一奉献 使基督徒为了上帝福音的缘故 奉献给教会贫穷者 和其他需要的最基本的底线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底线 也就是说 耶稣对我们的期待 不只是我们算出一个比例 我算出来这十分之一 这是要奉献的 其他都是我自己的私有财产 私有财产的概念 这是相对于 在这个世界上 一个人的 人与人之间的这个 产权的边界 那是对于上帝而言 我们的每一块钱 我们的每一分的财产 都是来自于上帝 他所赐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不能够说 只有10%才是属于上帝的 90%是属于我的 那不是这样 这是一个十一奉献的概念 那简单说到这里 那接下来 我们还要谈一下 两个方面 一个是牺牲 一个是圣母 我们先看圣母 耶稣警告那些财宝 超过我们的真实需要的心 也许我们很难界定 到底什么是基本需要 什么是奢侈 但是我们足以知道 今天多数的人 我们包括我们教会 多数的人生活 其实是超过 所谓基本需要的概念 当然我们并不富裕 我们其实我们教会 大部分弟兄姊妹 其实是生活在这个中等 和甚至中等偏下的 这种生活水平 但是今天 如果我们放到更大的范围来看的话 如果我们看到 欧洲和美国的话 看到西方社会的话 那多数中产阶级的这些信息 其实应该不断地 来提高他们的奉献比例 但是实际上 据统计 美国这个教会当中的 奉献的比例可能 不超过5% 甚至真实的奉献 可能只有3%左右 这是一个非常 触目惊心的一个统计 其实 剩余 是大大的超过 超过我们的需要 第二个概念就是 也许在 人生的某些时候 你无法尽能够 无法尽奉献 才能够满足你 其他的 义务责任 但是比十一奉献 更基本的指导原则 是 一生式的奉献 保罗告诉我们 有的教会 奉献超过了他的能力 待会儿 我们后来看这个 哥林多历史的 五八章一到十五节的基本 待会儿我们后来看 就是 马其顿教会的奉献 使得他们必须要 牺牲 日常的生活方式 他们在 穿衣 他们在住房 他们在 或者是旅行 这些方面的 这些 这些支出 必须要 必须要压缩 才能够 才能够 做出那样的奉献 如果我们 已经能够 十一奉献 但是还没有到 必须缩减 我们的方式 那就说明我们 还有更大的奉献 但是如果我们 还没有达成十一奉献 然而我们 我们的奉献 已经导致 生活的精简 甚至生活的困难 我们的良心 仍然可以有安息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样的地方 就是说 如果在 我一个特殊的 当中 我全部的收入 可能已经 不足以 支撑你这个家庭的 最基本的需要 这个时候 如果你没有 十分之一的奉献 你的奉献 没有达到十分之一 那这个时候 你的良心 可以有安息 可以有安息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说 十分之一的奉献 不是一个 论法主义的 所有的人 拿着这个来 杠一下 凡是 达到十分之一奉献的人 都是不爱主 在这种特殊的情形之下 如果你的 收入已经低到一个地步 连家庭的基本生活 都已经难以为继 这个时候 你的奉献比例 没有达到十分之一 你的良心 可以有平安 愿主来保守你 因为这个时候 其实不是你要奉献 是你要接受奉献 这个时候 是教会 要帮助你 弟兄姊妹 需要来跟 你分享自己的 比较 剩余的 甚至不是剩余 是从自己所有的里面 拿出来 来跟你分享 所以这个时候 你不需要 我没有奉献到十分之一 我良心上非常的挣扎 我非常的痛苦 你不需要 你的良心可以有平安 这是第二个概念 剩余和牺牲 第三个呢 就是关于共同情 我们当中很少有人 看自己是物质主义者 但是呢 对我们其实有很多人呢 其实很容易落入到 自欺的这个境地当中 我们如何的 才能够防止自己 陷入到自欺欺人呢 有关奉献的最终的 是这样的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 天天死相劝 你们中间也被罪迷惑 心里就刚硬了 我们必须至少要和一些基督徒 分享我们的收入和开销的方式 你起码应该一起讨论 比如说旅游啊 旅行啊 休闲啊 等等这些 生活方式的选择 如果你的这些选择都是个人性的 没有其他人知道 如果没有这一类的讨论和彼此的督促 你无法肯定你是不是自欺欺人 贪婪是必定存在的 但是圣经没有给我们一个简单直接的定义 这些指导原则必须应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文化和经济体系当中 我们必须要具体的找出在我们这一个所处的环境 我们所处的一个具体的一个群体当中的应用 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现在弟兄姊妹 我们教会不可能啊 我们也不会这么做 我们要求所有的人向教会来报告 你们的每一年的每一个月的实际的收入和你的奉献 我们不会这样要求 这个要求是给全职工人的 全职工人 教会的 从届里期全职工人 是需要向教会来报告 他的收入和奉献的情况呢 是要向长老会报告的 那长老会会要了解 每十一奉献的比例 这个是长老会会需要了解的 但是教会不会要求所有的弟兄姊妹来报告的 但是呢 这里给这个建议是什么呢 这里给这个建议是说 你是需要跟一些人之间敞开到一个程度 你要让他知道你的收入和奉献的状况 你要让他知道你经济上的这些安排啊 比如说你每年花了多少钱用在什么样的方面 你每年关于旅游你花了多少钱 关于这个你的健康你投资多少钱 关于教育子女的教育你花多少钱 那当然你的奉献到底是一个什么的情况 你教会不要求你报告给教会 但是你需要在一些的这个弟兄姊妹当中 在你的属灵的关当中 你可以这个有安全的来分享给他 当然如果有人分享给你 你不应该把这个事情到处去说 对不对 这个是跟你之间的这一个分享 你不应该到处去说 但是弟兄姊妹彼此之间应该有这样的 一个安全的范围可以来分享 可以帮助其他的人来 督促我们来 这个时候我们做好 我们花了太多的钱 把个引号是浪费的 浪费在我们的艳乐当中的 我们花了太多的钱 用在满足我们洗手上面 而我们的送信的比例 始终处在一个非常低的比当中 那这个时候 知道的弟兄姊妹应该彼此相劝 应该相互的劝 这是一个这个共同企业概念 那彻底奉献 请注意这一刻 我们这里面其实一直在讲一个词 叫做彻底的奉献 我们不是说完全奉献 我们不是说我们把我们的钱 应该像初代教会的人一样 把我们所有的财产全部奉献出来 然后我们就在这里就是 没有任何一个人 有任何一样东西说是自己的 那我们不是这样说 但是我们希望说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有一个彻底奉献的心声 耶稣说 你的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那里 像那些 你的实际的拯救 你的盼望 你的人生的意义 和价值的权来奉献 总是很容易的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你把钱放在 投入到什么地方 其实那个 可能就是真正的拯救和盼望 如果耶稣真的是那一个拯救你 成为你的盼望 和赋予你人生意义的那一位 你的金钱就很容易流入到他的事工 流入到他 想要你去安心的 人们的想象中心 但是如果你的真实的盼望 是你的外表 你的社会地位 你的教育程度 你的自我安利 那么你的金钱 也更容易的会流向这些东西 流向这些标志 同时你的奉献 自然就会变得非常的困难 慷慨 是心灵的事今事 请容我继续地再说一次 耶稣说 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那里 所以亲爱的经文是什么呢 愿主使我们 我们自己来诚实地看自己 但我们自己真实地 请求我们更愿意 为什么事情发起 我们在什么方面 我们更加的慷慨 更愿意把钱包 拿出来 把钱拿出来 对我们的价值 对我们的意义 这个真实的 真实的理解 好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今天要花一些时间 来读几处的经文 我们先请大家翻到 《路加福音》的十一章 三十七到二节 《路加福音》十一章 三十七到四十二节 我请一位弟兄来帮我们总一下 看哪些 那谁方便我来 请他来总一下 我请张国 请知识来帮我们总一下 好吗 《路加福音》十一章 三十七到四十二节 三十七到四十二 你的声音没打开 那个国庆 你声音没打开 你开一下那个麦克风 好了吗 好了 我说我这几天正在读《路加福音》 正在重读《路加福音》 很奇怪 第九章吗 感谢 第十一章 三十七到四十二节 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 三十七到四十二节 对 好 好嘞 好嘞 真话 当审判的时候 当审判的时候 男方的女王 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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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章吗 《路加福音》十一章 三十一吗 《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 你没犯错 《路加福音》 第十一章 三十一到四十二吗 三十七 三十七到四十二 三十七 三十七 说话的时候 有一个法利赛人 请耶稣 通他吃饭 耶稣就进去作息 这法利赛人 看见耶稣 饭前不洗手 便诧异 主对他说 如今 你们法利赛人 洗尽 背盘的外面 你们里面 却满了勒索的邪恶 无知的人 照外面的 也不也照里面吗 只要把里面的 失神给人 反悟 与你们 就都接近了 你们法利赛人 有祸了 因为 你们间薄荷 云仙 并各样 菜书 现象十分之一 那公义和爱的 公义和爱 神的事 反倒不行 这原是你们 当行的 那也是不可 不行的 阿们 阿们 三十七到四十二 阿们 对对对 就到这里 我们看到 这几节经文里头 我们首先看到 其实耶稣 一直是 是批评 法利赛人 对吗 但是在这个地方 你看到 耶稣肯定了 法利赛人的一个地方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耶稣 在这个地方 对法利赛人 有一个肯定 他们做的有些事情 耶稣是肯定的 肯定了什么呢 耶稣肯定了 他们十分之一的奉献 这原是你们当行的 也就是耶稣说 他们确实行了 他们该做的 奉献十分之一 这个是 这个是对的 但是耶稣说 这个不够 这个是不够的 因为那个 比这个十一的奉献 更重要的事情 这是公义和爱神的事 他们没有真正激情 所以我们看 耶稣肯定 法利赛人这些做法 对我们来说 有什么样的 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对我们意味着说 因为你知道 这个在旧业当中 这个十一奉献 这十一奉献 用来做什么呢 是用来 用于圣殿的崇拜 和帮助穷人的 既然上帝是 万物的拥有者 我们只是他 财富的管家 那从任何意义上来看 我们只需要奉献十分之一 这是不可思议的 你想象一下 一个股票经纪人 他帮别人 打理这个 打理这个投资 结果他投资的 百分之九十 他自己留下来 他只给他的 这个 这个委托他的投资的人 只给他 把握百分之十 你想象之类 会有这样的事情吗 但是这是上 这就是上 你向我所要求的 就对我们的意义在于 我们必须认真的对待 十分之一的 这个奉献的标准 如果耶稣要批判十一奉献的话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应该读到 我们就会看到他会批判 但是没有 耶稣 在这里肯定了 法利塞人的这个行为 法利塞人是立法主义者 耶稣很少肯定他们 但是在这里 就肯定了 这个十分之一的奉献 是不可不行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即使没有这段的经文 常识也会给我们 同样的带领 在任何一个伦理实践的领域 包括饶恕仇敌 包括与他人分享福音等等 与他人分享我们的所有 行公义 好怜悯 这些这些 对基督徒的伦理要求 从来没有被降低过 上帝怎么会愿意看到 耶稣的跟随者 在金钱的慷慨程度上 还不如那些旧约的信徒呢 总而言之 在耶稣看来 十一奉献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标准 用以衡量我们是否 符合圣经的比例 为上帝的缘故 去投入和奉献 这一段经文呢 我们先看到的是这一件事 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再来看 耶稣所责备的这件事情 耶稣责备法利赛人 哪些事情他们没有行呢 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 耶稣为了两件事情 非常严厉的责备了法利赛人 耶稣为哪两件事情呢 第一件事是 首先他责备了他们仅仅奉献十分之一 耶稣宣布法利赛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甚至将自己家里用的薄荷云香 各样菜书献上了十分之一 但是那公益和爱神的事 倒不行了 耶稣公益和爱神的事的呼吁 几乎肯定 就是只看其他的时候 教导过的彻底的奉献 当圣徒的群体当中 有人陷入到贫困的时候 也希望其他人 那些生活需要得到基本的满足的那些人 变卖他们的财产 帮补那些有需要的人 那当然超过了十一奉献 然而法利赛人似乎是认为 只要他们奉献的十分之一 就尽到了这群体的意味 一位作家 曾经说 他说要求基督徒十分之一的奉献 有可能变成一件危险的事情 因为他导致人们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 以为他们生命当中的 马门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只要我奉献的十分之一 好像我就可以了 我就不是贪心的 我也不是那个 那个爱财胜过爱主的 这个是危险的 耶稣在这里是说 你当然应该实际奉献 但是那是最低的要求 但不要陷入到那样试探能够 以为只要自己十一奉献了 就不用再思考自己 是否应该更多的奉献 你必须非常敏锐地 觉察到弟兄姊妹 和你的灵舍 经济上的需要 你必须敏锐地发现 主的教会 主的事工的需要 你必须勤于奉献 以此通义化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你看到 耶稣责备法利赛人 就是他责备他们 仅仅奉献十分之一 第二个是什么呢 其实他责备他们的奉献 不是出于一颗 慷慨施语的心 耶稣责备法利赛人 忽略了内在动机的重要性 他们关注的是 被盘的外面 而不是里面 这个里面是什么呢 这里面就是人的心 人类心 耶稣谴责他们 奉献的时候 内完全没有对上帝的爱 并且充满了贪婪 法利赛人奉献十分之一 不是出于上帝和穷人的爱 而是渴望 本身自己的属灵领域 这很好的道德记 他们的动机 是为了要求 借他们自己的意义 因此他们的奉献 从来超过十分之一 耶稣告诉我们 我们慷慨施语的 是积极的 渴望与怜悯的行动 来消除他人的恐难 以及是财富 以更加公平的方式 进行分配 法利赛人奉献的动机是什么 他是负面的 他们只是不得不奉献 上帝确实要求施语 但是同时要求我们的施语 不是对要求的 而是对恩典的 亲爱的地方 我再说一遍 上帝确实要求我们 慷慨的施语 但是呢 他同时要求我们的施语 我们的给予 不是对要求的 而是对恩典的 新约圣经当中 没有明确的 规定十一的奉献 唯一可能的 是初代教会 希望信徒的奉献 超过这一笔 耶稣教训 变慢 超出 需要的 接下来我们会读到 《十足行传》当中 四章当中也提到这个 初代教会的保证是这样 新约圣经其他部分的教训 有无意外的表现观点 对于新约没有要求 所有基督徒十一奉献的原因 有一位作者 叫布隆伯格 我们在那个阅读材料里面 读到这个人写的 他这样写 他说 心于慷慨和舍己的原则 是个人应该基于 他们各自不同的处境 奉献不同的比例 对于那些至少 可以算是 价值的信徒而已 他们奉献给上帝 施工的比例 应该大大的超出十分之一 这是我们读到的 第一段的这叫圣经 路加福音十一章的 三十七到四十二节 接下来我们再继续 请翻到后面 路加福音的十二章 十二的十五到三十四节 路加福音十五到三十四节 这里的经文 大家可以先翻开看一下 这里的经文 你会发现 它跟马太福音的六章 这个地方 有一部分是重合的 我们弟兄来读一下 路加福音十五到三十四节 海忠兄可以吗 海忠兄你可以吗 海忠兄长老 是 是多少章 路加福音十二十五到三十四节 好的 十五 十二章 十五节是吧 十五节 对 于是对众人说 开始这个地方 三十四 于是对众人说 你们要谨慎自守 三十四 免去一切的贪心 因为人的生命 不在乎家道丰富 就用比喻对他们说 有一个财主 田产丰盛 自己心理思想说 我的出产 没有地方收藏 怎么办呢 又说我要这么办 要把我的仓房拆了 另盖更大的 在那里好收藏 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 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 灵魂啊 你有许多财物积存 可做多年的费用 只管安安意地吃喝快乐吧 神却对他说 无知的人啊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凡为自己积材 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 也是这样 耶稣又对门徒说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 吃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因为生命胜于饮食 身体胜于衣裳 你想 乌鸦也不种 也不收 又没有仓 又没有酷 神尚且养活他 你们比飞鸟 是何等的贵重呢 你们哪一个 能用思虑石 受数多加一克呢 这最小的事 你们尚且不能做 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 你想百合花 怎么长起来 它也不劳苦 也不仿现 然而我告诉你们 就是索罗门 即荣华的时候 他所穿戴的 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你们这小性的人呢 野地里的草 今天还在 明天就丢在炉里 神还给他 做这样的装饰 何况你们呢 你们不要 求吃什么 喝什么 也不要挂心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 你们的父是知道的 你们只要求他的国 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 你们这小群 不要惧怕 因为你们的父 乐意把国赐给你们 你们要变卖所有的洲际人 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 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 就是贼不能尽 虫不能住的地方 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 你们的心也在哪里 感谢 阿们 感谢主 谢谢海州弟兄 你看到这个地方 有一段 在其他的地方 在讲到 不要忧虑这个地方的时候 其他的福音书里面 没有提到 你们这小群 因为你们的父 乐意把国赐给你们 你们要避卖所有的 救济人 为自己 永远的天 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 就是那贼不能尽 虫不能住的地方 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 你们的心 在哪里 我们请一位弟兄姊妹 来帮我们 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的 十章十七到 三十节 这一段 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三十一节 马可福音的十章 十七到三十一节 好 我请一位 弟兄姊妹来读 那个 马可福音 第十章 一定方便吗 云飞弟兄方便吗 马可福音 第十章 马可福音 十章 十七到三十一节 十七到三十一 我当做什么事 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对他说 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 除了神一位之外 再没有良善的 贱命你是晓得的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造假见证 不可亏负人 当孝敬父母 他对耶稣说 夫子这一切 我从小都遵守了 耶稣看着他 就爱他 对他说 你还缺少一件 去变卖你所有的 风鸽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他听见这话 脸上就变了色 又又愁愁地走了 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耶稣周围一看 对蒙徒说 有钱财的人 尽神的果是何等的狼呢 蒙徒吸起他的话 耶稣又对他们说 小子 依靠钱财的人 尽神的果 是何等的狼呢 骆驼穿过正的眼 比财主尽神的果 还容易了 蒙徒就凤外吸气 对他说 这样谁能得救呢 耶稣看着他们 说在人事不能 在神缺 在人事不能 在神缺不然 因为神方式都能 彼得就对他说 看了 我们已经天下所有的 跟从你了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人为我和福音 贴下房屋 或是兄弟兄 姐妹 父母 儿女 田地 没有不在 今世的白贝的 就是 也就是房屋 弟兄 姐妹 母亲 儿女 儿女 田地 并者要受逼迫 在来世彼得永生 然而 有许多债前的 将要债后 债后的 将要债前 阿们 阿们 谢谢主 谢谢云飞弟兄 我们刚才读了两段 我们先来看 这个 路加福音的这一段 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 这个地方 耶稣告诉他们的听众 不要积攒钱财 都要慷慨的奉献 慷慷的奉献 这个慷慨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你要变卖所有的 洲际人 然后 耶稣在 这个教导是 是针对什么呢 他是针对哪些 可能的回应的呢 所以我们来看 耶稣在 这一段 关于彻底奉献 变卖所有的 这些人 这很容易引起 普通的听众的 惧怕的心 你想 变卖所有的 这实在是 非常寻常的教导 也许你会想 什么 要周际穷 不为自己积蓄 这太可怕了 要是有什么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怎么办 要是家人生病 要是儿女 出现突然的这种需要怎么办 从二十二节开始 从二十二节开始 然后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然后到三十二节 你们不要惧怕 耶稣在这里处理的是什么 处理的是我们 我们的忧虑和惧怕 我们忧虑和惧怕 物质上的需要得不到满足 所以 如果我们从这个经文本身 从这段本身来看 我们看到说 其实他主要是在处理这个问题 就是经常人们有的时候会脱离经文 单独把这个 把这段话 不要忧虑这段话 带出来 但是实际上 实际上耶稣在这里 在这里处理的忧虑呢 不是常义上的这个焦虑情绪 为这个事那事情这个担心 等于不是 是处理的是什么 是对他呼召我们彻底的奉献 而产生的一种具体的惧怕的心 换句话来说 如果你真的明白 耶稣要你慷慨奉献的这个程度 那会 不是可能 你一定会 产生出惧怕的灵魂 那耶稣是怎么回应 怎么来处理的呢 我们看到了 你说 你想那个天上的飞鸟 像乌鸦 还有这个田里的这个百合花 从动物和植物 看这个自然界里面 这些动物和植物的存在 你看到 它们怎么样 这乌鸦也没有苍也没有酷 有种也不收是吧 这百合花也不牢 也不仿仙 但是你看到 这一切在上帝的供应 在上帝的保守之下 乌鸦都好好的活着 百合花 长得极其的荣美 所以之后 耶稣在这个地方的结束 有一段话说 你们只要求祂的果 你们只要求祂的果 你们要吃的喝的 你们要用的这些东西 就要加给你们 这听上去很像保证 很像是一个保证 很像说上帝会 并会满足我们今生的物质上的需要和愿望 因此基督徒应该彻底的奉献金钱给他人 而为了确保经济上的安全感而积蓄多余的财富 我们必须在基本口序之外的财富分给求人 我们之所以能够这么做 是因为拥有这样的一个应许 什么应许呢 上帝的国度 应我们的口序 应许会如何成就呢 这个应许会如何成就呢 很多人以为说 很多人会把这个 把这段经文指向上帝的护理 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对慷慨上帝一定会 用某种方法让我们获得金钱 但是接下来 如果我们结合这个马太 马可福第十章这个 我们会看到 这个意思呢 其实是 可能不是这样 如果看马可福 马可福音的第十章 前面的这个故事 前面这个故事本身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 少年观的这个对话 我们很熟悉 我们也对这个有钱的人 进神的国是何的难难 这个比判过真的也还要难 这个什么 这个我们很熟悉 但是后面的这一段 这一段我们 其实这段话的意思我们常常会 并不清楚 我们我们可以来看一起来看一次 在马可福音的十章 为什么 耶稣为什么呼召这个少年观 要放弃他的财富 要去变满他一切 为什么呢 我们看二十一节 耶稣看着他就爱他 耶稣看着他就爱他 是因为爱他的缘故 那上帝爱一个人 不应该让他有更多的钱吗 就发现上帝对人的爱 对人的爱 那好相似 上帝爱他 然后就变满你所有 分给穷人 那这是不是 一文必须生活的贫困当中呢 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把所有东西都卖了 然后分给穷人 这样我们必须财富到天上 是这样吗 那耶稣让我们不必担心 不必害怕慷慨的奉献 就奉献 你的理由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 我们 好 大家自己去看那个 自己的圣经好吗 然后我就把经文的共享 我先关一下 这样子 因为我共享经文的时候 我看不到你们 这个光 看不到人有点 有点不是 我还是希望能够看到你们的状态 然后我们来看 第一个问题 耶稣为什么护照他 让他放弃他的财富呢 耶稣的必然结果是悔改 就是从我们过去所信靠的对象 转向耶稣 过去你的钱 过去你靠你自己的聪明 靠你自己的道德 靠你自己的能力 靠你自己的关心 靠你自己的勤劳 等等 靠你自己能吃苦 等等 当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把我们所信靠的对象 不管你是反向信靠的面子 很多人认为他们已经信了基督 因为他们同意基督所说的 同意基督 基督确实做了那种 基督确实是那一个人 那一位爱我们的上帝 基督确实是完全的人 基督是他都同意 但是他们却没有认真的考察过 他们内心的真正的安息和信靠的对象 他们在尝试操练 相信基督是救主 但没有意识转离 他们的内心真正的当作盼望的对象 要是他们真正把什么当作 他们却没有真正的生死 耶稣不愿意让这个少年观 那样自欺欺人的混下去 所以耶稣将 生从我和变卖你一切所有的联系 换句话说 我们要么跟随基督 要么跟随金钱 当然金钱这个地方可以填空化 可以填空 也许你跟随的是别的东西 很容易认为 耶稣是以第一见 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来回应这个 身上你遵守了所有诫命的人 耶稣指出来 金钱其实才是他的上帝 现在弟兄姊妹 对于这个少年人来说 是这样 对于你来说是怎样 对于你来说 什么才是你的内心所欲 那个是你所欲靠的 在路加福音十六章的 六章二十四章说 你又是奉神又是法 他的意思是说 金钱可以成为我们 更合福音十六章的对象 可以成为我们的主人 掌控我们 而他说这个正是 到他面前来的这个 少年观的他的情形 门徒之所以发出那样的惊叹 如果一个妇人都不能得救 谁能够得救呢 是你们普遍地认为 你越是富有 你越是蒙上帝的祝福 你富有你可能就是越是 敬天 这是你的 所得的回报 当时的人们可能这样认为 然而耶稣说的 去完全相反 耶稣说 有钱财人 敬神的国是何的能难 你越是富有 就越难在灵性上有长进 耶稣为什么 要同时向那个年轻的 这个年轻的观法 何不阐明这个观点呢 以做工称义啊 以自己的 以自己的 所做的事情 以自己的行为 来称义的这些宗教 总是正面的态度来看 他看上去 是一个人 通过辛勤的工作 才干 或者有道德的生活方式 为自己所赢得的助复 但是福音 告诉我们说 只有我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承认自己 完全不配合不住 还有可能得救 对财富的崇尚 自然会大大的削弱 这样的观念 亲爱的弟兄姊妹 因此不光 安典福音的教育 一样让我们 警惕财富 所带来的属于危机 这里有三点 第一 金钱会带给你 物质上的安全感 让你 常常会忘记 你是 每时每刻 都依赖上帝 他对你的保护和供应 你常常会一点 就忘记 其实你需要 第二 金钱会让你觉得 自己在观念上是族的 你不需要其他人 也不需要向其他人负责 你自己有钱就够了 你把钱拿出来 很多人都围绕了你赚 你发现你的 你的关系没有问题 还对你有所情 大家都会说你好 似乎你没有关系 实则不是这样 第三 金钱会使你在道德上自傲 忘记 是一个失丧的罪 一直以来 人们总是借助金钱来挣 我这么聪明 我认为政治 这个是我当得的 我有钱是我正 我在这个社会上 通过我自己的财富 我自己的价值 常常是这样 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 他挑战这个 这个年轻人 他也挑战他的门徒 对救恩的全部的人 如果人得就是恩典 以他的富有 为他的义的标记 他应该心甘情愿地舍弃财富 并且信套耶稣 因此金钱 金钱才是这个人 现在的这个状况 就是这个圣经当中 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 《王寿福音》第十章那里 金钱是这个人 他的身份的根基 而不是上人 为什么耶稣 呼召如此明确的原因 欠满你一切所有的跟从 耶稣似乎 愿意为我舍弃 是吗 是包括你所真爱的 富人的地方 你必须将我 你终极的信靠对象 否则你无法 这是第一个方面的问题 就是耶稣是怎么 为什么要放弃这个财富 那第二个问题 这个呼召是说 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不穷 所有人都不能够拥有任何财产 我们必须一无所有 这样才是金钱的 就像我们所有人 应该像圣方济 或者叫圣巴朗西斯那样 或者说后来有方济各 这个修会 他们后面的 天主教的很多的修会 都是这样 他们甘愿贫穷的宣誓 自己一生当中 不用任何的财数 甘愿贫穷 我们为了证明我们拥有得救的地位 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把房子卖 把车卖了 把我们所有的股票卖了 把我们的钱全部奉献吗 然后我们所有人都过很穷的日子 这样才能够证明我们是得救的 这样才能够证明我们是金钱的 不是这样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心象 因为这样若有人真不做 以此为自己的价值 那确实会落到另外的一支 我们绝不能将耶稣 要这个人变卖所有的护照 当作是律法主义的 这个甘愿贫穷的这个原则 而看到 借着这个护照 耶稣让这个年轻人 也是我们 其实耶稣也对我们 让我们看到 财富所具有的蜀灵的危险性 他能够蒙蔽我们 导致我们看不到蜀灵 在那个盖萨的 盖萨记得吗 在树上看耶稣 然后到他家里去吃饭 那个顺利的那个 萨该的故事 大家记得吗 在那个地方 萨该他说 他把他一贯的财产 都拿出来奉献了 是不是 那耶稣是悦纳这样的奉献 如果他是要所有的门徒 都必须遵守 他的这个年轻人 年轻的这个官的命令 就是把所有的变卖的话 那他怎么会 悦纳撒该50%的奉献呢 就不是那 这两个就矛盾了 是不是 所以 这个地方的 他的要点并不是 所有的基督徒 都应该变卖一切的财产 不是的 耶稣是让我们要 要真正看到 财富对我们的 属灵的影响 耶稣是 财富 在这个年轻的人 也在我们这些人 生命当中 所施加的那个 属灵的影响 当然那是负面的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 他做出如此极的护照 但是我们却不能 我们不能试试 其实我们需要再转一个弯 刚才我一转了一个弯 刚才我们已经知道了说 耶稣不是去的一个律法人 让我们每个人过穷日子 这个我们知道了 但是我们绝不能够用这个 来通议这段经文 对我们对待金钱的态度的教导 也就是说 好 耶稣不是让我们所有人都要过穷日子 好 我现在就到此为止的 不是的 没有到此 耶稣 这个人把他的财产从桥上 丢到河里去 而是让他分给穷 奉献金钱给有需要的人 是门徒的核心标语 再重复一遍 奉献金钱 给有需要的人 是真门徒的核心标语 之一吧 应该说 你可以说这样 因此我们要轻看 我们所有的金钱和财物 并且需要心灵上的 为的是打破金钱 掌控我们的权势 首先 金钱本身可能会成为我们的 耶稣的问题是 你愿意为我舍弃 你让我来完全掌控你的金钱吗 你愿意把我 你的意义 身份和安全感的 新的来源吗 在这个地方的观点是说 唯有透过 这种贡献 你才会真经历到 你振脱了金钱 掌控你内心的权势 而且你要 真正的将基督 而不是财富 不是金钱 作为你真正的救助 所以 你看到第一个是什么 就是金钱本身可能会成为 有限 其次 我们需要 彻底的奉献 慷慨的奉献 另外一个原因是 即使金钱不成为你的偶像 但是它也可以使我们看到 什么是我们生命的偶像 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在哪里 这个就是原则 就是金钱是辨析 你内心偶像的最佳方式 你总是可以发现 你内心最最喜爱 最最爱慕 喜欢 崇爱 把它叫做旧恩 和安息之处的对象 你最最轻松 容易 快乐的 慷慨的 花钱的 那个地方 只有当我们 追求以符合圣经的 彻底的 我们才能发现那些 奴役 能绑我们心灵的手 无法在需要的时候 放弃财富的人 是一个被奴役的 一个无法掉的时候 放弃财富的人 所以基督主需要 不是上帝需要我们奉献 是我们需要奉献 为了什么 为的是得着 在基督里的自愿 为了得到那个真正的自愿 这是第二个问题 就是 上帝不知道我们所有人 那必须过去 但是我们要脱离 各种各样的偶像 首先 其次是 帮助我们 辨息内心 所存在的 各种各样的偶像 所以我们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 那耶稣说我们不应该 彻底的奉献 慷慨的奉献 当耶稣呼召这个年轻人 去辩卖你一切所有的 分给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这个话 跟他在路加福音 更多到那个 第二章的地方 说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 分穷人 变卖所有人 为预备有不坏的钱囊 用财宝在天上 这地方很像 很相似 但是两个地方的话 却不完全一样 他没有要求 所有的门徒 变卖一切所有的 在那个 但是他的确清楚 彻底奉献 而在马可福音的 第十当中 我们再一次的感受到 听众的 就是当时的这个 当时的听众是谁呢 就是 就是当时的那些使徒 对于门徒啊 我们会感受到 听众的惧怕 我们看到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东西 都奉献出去了 那我们怎么办呢 不可能有人 我们物质上的需要 怎么办呢 因为在马可福音章 二十九到一节当中 的回应更明确 也急剧 现在弟兄姊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以前 比较少 请弟兄姊妹可以 用心的来了解 耶稣在这地方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人为我和福音 便宝质 房屋 是姐妹 父母 儿女 田地 没有 不在 金百 是房屋 弟兄姐妹 母亲 儿女 田地 在来世 必得永生 然而 在前 在后 在前 现在弟兄姊妹 耶稣在这里 说的是什么 我们前 我们 讲过这个 并且逼迫这个点 受逼迫 原本是上 给我们的祝福之一 受逼迫 上 给那些忠心 依靠他的 那些儿女 他们的奖赏 一定要经历 并且要受逼迫 在下周围 那 这是一个地方 我们重点要看 奉献的事情 耶稣 应许如果跟随他的门徒 失去了任何东西 从房屋 田到 弟兄姐妹 母亲 儿女 他们在 金世 请注意 他们在 金世 在 今天 他们活着的 这个 还活着的时候 金世 就要得到 百倍 他们 在天上 也得百倍 他们在 金世 会得到 一百倍的 弟兄姐妹 儿女 田地 那 那 那是什么意思 你会有 新的 家 是神的家 就是这个 圣约的 共同体 而 与这个 新的 圣约的 共同体 同时出现的 新的 房屋和 这个 这个地方的 意思是什么 当我们 被上帝救赎 放到 他 子会里面 我们 使我们成为 一个 圣约共同体 的成员的时候 我们 不仅 拥有了 彼此的 父母 和兄弟 姐妹 也拥有了 彼此的 房屋 和财产 这个 在路加福音的 第十二章 和马可 这个章中 之所以能够 在群体当中 出现明显的 需求的时候 彻底的奉献 他们知道 自己如今 是一个 的群体 是一个 圣约共同体 当中的意愿 而这个群体 也会在他们 有需要的时候 为他们 做同样 这一个 这个地方 这个经文当中 所彰显的 这 公体的 彼此相爱 相互扶持 带来的 那个真正的 安全感 是和今天 这个社会 无论哪一个 无论哪一种社会 所以给我们 安全感 是完全不同 你注意到吗 所以真正的 有的时候 我们会 会觉得 就是说 上帝 我因此这样子 彻底的奉献自己 因为上帝 在任何供应我 但是你会觉得 这个上帝 在任何生活 跟我 好像很虚无缥缈 但是实际上 并不虚无 也不缥缈 上帝是分析的 在这个圣约 共同体当中 让你会经历的 圣约我们 这两年当中 在129之后 这两年当中 我们很多弟兄姊妹 都经历到 彼此的相爱 相互 那个时候 上帝怎么来 供应你呢 怎么来照顾 要呢 正是透过 跟你 在同一个 共同体 在同一个教会 当中的弟兄姊妹 同一个小组当中 的弟兄姊妹 相爱 彼此的扶持 让你真正 真实的经历到 所以为什么你 你真的可以把房子卖了呢 你真的可以把房子卖了 如果当你看到一个弟兄姊妹 有非常大的需要 你真的可以把你 先把第二套房子卖了 拿出来奉献 来帮助 来帮助 弟兄姊妹的难关 来帮助他解决 病的问题 吃饭 解决 受教育 或者是其他的 机会的 需要 你就可以这么做 为什么呢 圣经共同体 但是你 最终的奖赏在哪里 你最终的奖赏 来时得有 你的最大的奖赏是那个 今生所谓 我来时得有 这个最大的奖赏 但是 就在今世 你就会得白 为什么呢 当你没有自己的房子的时候 你会发现 到处都是房 现在的弟兄姊妹 我从湖北 离开湖北 我解除取宝之后 离开湖北 住过好几个 不同的地方 也住过乐山 现在呢 在一个 我不知道哪里 的一个地方 但是 住的所有的地方 都比我们 比我们以前 这个 其实 住的大部分很宽 都很好 都很好 都收拾 静静 整整齐 都也好 都是 都是弟兄姊妹 不同的地方 在成都 住的是弟兄姊妹的房子 在乐山 也是住的弟兄姊妹 在今天 现在这个地方 住的 现在弟兄姊妹 提供给我们 是的 我们没有自己的房子 看起来没有自己的房子 在哪里都是 漂泊流浪的 但是主在任何地方 我们 可以住的地方 这就是 就是我 我可以向大家见证的 在今生可以得百倍的房屋的意思 看起来你失去了自己的房子 你到处都可以 到处都可以 主就会 让 所有的地方的 的房子 都是你的房子 当然不是给你了 不是给你了 是你可以在这里住 所以感谢主 所以这个地方 是真的是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美好的房 存在在马可福音第十章 这个经文当中 所描述的那样的圣言跟同体 也就是说 当中的那个 那个 出现的那个 所有人的自己的东西 房屋公用 没有那样的共同体的话 那马可福音 十章二十一节 和路加福音 十二章三十二节 这个变卖所有的 这样的命令就没有任何 因为耶稣所谈到的 也就是早期的 这个初代教会的基督徒 所实践的 像是一种 有组织的社群 经文当中 从来没有 以及每一个信徒 每一周都应该 把他的薪水拿过来 存在一个集体账户 而是说 大家必须财产 尤其是 需要这样做 尽管那不是一个 正式的 有组织公社 但是他却是一个 自用的设计 这是一个非常激进的设计 克雷格布隆伯格 甚至说 在当代教育 以德的应用 这样的原则 需要绝大多数的 基督徒传细 发生彻底的变成 然而似乎很少有人愿意 开始发展的传细 为什么这样的教会群体 如此少见 因为它与我们文化当中的 价值观大相径庭 在我们的 个人主义的社会当中 我希望在收入丰厚的时候 为他们自己 要积攒 要从大多数额外的收入 他们要自己成功 这样呢 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不必要 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也不去克服羞耻感 去寻求帮助 但是耶稣 希望我们 为彼此 积存钱财 而不是为我们自己 并且他希望看到 恩典的福音 通过我们的骄傲和自信 让我们来思考一下 我们文化当中的个人 是如何影响我们 读圣经的 我们不用忧虑 上帝会供应你物质上的需要 这样的那种保证 当作一种因素 我们以为什么 我们以为上帝总会 以方式保住我们的工作 保住我们的薪水 让我们有 可以赚到那个收入 或者是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 不许在我们家门口 就会在我们家门口 其实不是 其实我们以这段经济的 上下我们 我们就会明白 耶稣上帝会透过 这个崭新的国度的群体 上帝会透过 他自己所分别出来的 这个圣约的共同体 来物质上的需要 所以 这样的这种姊妹 如果根本不存在 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一种激进的 我们将无法 按照一种 圣经所吩咐的这种方式 彻底的贡献 克雷格布隆伯格 这样写 他说 能够使上帝民 始终所有这些命令的 唯一的方式 是全世界范围内的 基督徒的这个群体 以及他们的各个 各个的这个 在各个地方的 地方群体 能够不深的领会 与他们当中 有需要的肢体 分享的资源 这一意义 意外的陷入 其他的肢体会照顾他们 他们才能够在自己 富足的时候 更加自由的 慷慨 感谢主 今天的时间 我们 有一段经文的话呢 我就请 弟兄姊姊自己去读了 是哥林多后书的 哥林多后书的 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 使徒保罗 进一步的在这里来 来呼召我们 有这一个 慷慨的 不是被 命令如此做 而是被恩典驱动 一颗真实实 基督的恩典的 这样的心 会自然 显示 物质上 表现的慷慨 然后 可能有 在这段经文当中 你会看到 如果你想要知道说 我该奉献多少 在哥林多后书的 一到十五题当中 你会看 你 更 实际的知道 也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 你会看到 我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并不在意 你奉献的比例 相继在意的是 你 你真正在奉献当中 那个自我牺牲的成 也就是说 你要奉献到什么程度呢 奉献 奉献到这个 感觉到 感觉到痛的程度 那个才是 真正的 真正的奉献 这个马其顿教会的 基督徒 他们的奉献 使得他们 已经贫困的生活 变得更加的拮据 所以你看到 没有 没有痛感 没有牺牲的奉献 还不足以称之为 那个 那个正的 真正的 让你已经开始奉献 就像有一个 有一个牧师说 他说 祷告 直到你开始祷告 在某种意义上讲 你也可以奉献 直到你开始奉献 直到你开始 真正的 也奉献的真实含义 我们看到 在旷野当中 上帝降下马那 这些 这些 以色列人 在旷野当中 他们收马那的时候 他们如果 为自己想要 存一点的话 那些人就会 就会 就会腐败 就会变 就真虫 就会长得 长得都是虫 就不能用 所以你看到 保罗的 更多 后书的 一到十五节 这个地方 引用了 引用了出埃及记的 这个 十六 十八节 这个地方的 这段经历 多数的也没有多 也没有 小说的也没有少 这地方我们看到说 保罗把 金钱 做上帝 给我们的马那 我的金钱 是上帝 赐给我们的礼物 就是马那 上帝的当中 是个以色列人的礼物 不管我们当中的 一些 能力的收取者 就是 你是收马那 你多收了 三 多收了三 你收 另外一些人 更会赚钱 你赚的金钱 实际上是 所资的礼物 其实我们必须 将赚的金钱 分享 用于建造 上帝子民的群体 而不只是 而不只是 用于个人所需 正如上帝 在旷野里面 清楚的命令 将超出 个人需的部分 给他人 而不是为自己 积存起来 富有的信徒 也必须 与贫穷的信徒 分享财产 这种分享 不应该具现外 具现在一个 堂会里头 而应该跨越 堂会 和其他 这个经文当中 这个比喻当中 那个隐身的含义 是什么 为自己 积存钱财 会导致灵魂的腐败 这种子 对于 对金钱的 教导 我们该如何 处理金钱 如何 金钱 圣经的教导 是非常激进 我们想象的 要激进 但是 请注意 他 他 平衡 大家 一定的 就没有 不知道 大家 所有人都把房子卖 都卖了 然后都过非常贫困的生活 这样子 显得我们很 不是的 那是 甚至 用那个 关于 玛娜的那个 比喻 来教导 我们 告诉我们 我们 到底是什么 我们就是 从上帝那里 收来的 收取来的 礼物 我们怎么对待 这些钱 将非常清楚的 显示出 我们内心 真正所 爱慕的是什么 所以 求主来帮助我们 我们 教会的 大部分 弟兄姊妹 是 在这个上面 可能 可能有的时候 你会觉得 你需要 你需要 这个 警醒的 并不多 但是我相信 今天 我们 主日学的 这一部内容 其实对我 每个人 都是适用 我们 应该如何 对待 金钱 实际上 背后的 那个 那个 那个根源的地方 是什么 就是 我们该如何 的来 上帝 赐给我们 我们个人 所拥有的 这些 这些财产 这些恩赐 求主来帮助我们 求主来 怜悯我们 我们真正在 这个 这个 个人主义 这个 不知主义 成功 神学 大行其道的 这个 今天的这个世代 是我们 真正以圣经 所教导我们的方式 来认识金钱 来对待金钱 来使用金钱 来破除我们 生命当中的 各种各样的偶像 当金钱 显出这些偶像的时候 求主的恩典 来帮助这些偶像 使我们得以自已 今天就 到这里 那个 儿子 陈日飞弟兄 来 有一个结束的 主 我们感谢 赞美你 真的是 谢谢你 借助 印枪长老的 这样一个 组织学的学习 让我们 重新来认识 财宝 认识 什么是真正的财富 主啊 你是我们的财富 你是我们的 自保 我们所有的一切 都是从你 哪里来的 不单单是 我们的财产 而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灵魂 我们的得救 都是从你 哪里来的 主啊 当我们明白 这一切的时候 主 我们就看 世间的万物 为粪土 真的是 当你 你用你自己的 这种牺牲 用你 为我们 替代我们的罪 来上十字架的时候 主啊 这一切 我们是 原始不配的 我们帮我们 所有的财宝 帮我们 建设的 所有的土地 帮我们的房子 帮我们的车子 都全部加上 都 抵不上 都不配 你为我们 上十字架 主啊 但是我们生活 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面 我们的心 常常留恋 这个世界 我们觉得 这样一个世界里面的 现实的东西 我们看得见 摸得着 主啊 我们就是从 这样现实的 里面 来生活的 来走这样的路 但是主 我们知道 现实的生活 靠不住 那些财宝 那些汽车 那些房子 那些钞票 他都要朽坏 真的 不仅仅朽坏 他甚至还来败坏我们 如果我们把它当成 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 抄够你的时候 他就是我们的偶像 主啊 真的是我们的心 如果在那里 我们就把你披下 我们说我们爱你 我们说让你 居我们的守卫 那都是假话 主啊 就像你说的那样 心 财宝在那里 心就在那里 主啊 就求你借助 今天的学习 让我们的心 就在你那里 让我们的心 就在天上 让我们的财宝 就在天上 我们爱你 就像你爱我们一样的 我们就来 激战这样的财宝 主啊 你实际上是要我们的心 这一切 你都会给我们的 主 你不会亏待我们 主 我们所拥有的 该拥有的 你都不欠我们的 你都会满足我们 你说我们只要 来祷告 只要符合你的心意 主啊 你都赐给我们 主就让我们 在这样的世界里面 在这样一个物流 无流 浑形的时候 主啊 就让我们把心 来归向你 我们只要抬头来 看见你 我们才知道 那个未来 那个未来的 生命 那永恒的生命 才是真正的财宝 主啊 感谢赞美你 以上祷告 奉主耶稣之名 阿们 阿们